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是慈祭五十周年的大日子 过去半世纪来 慈祭人从少数的一群人 到现在已经菩提灵力同根生 爱撒世界许多的国家 特别是早期的试用世界 可真是想方设法 希望让更多的会众 知道慈祭 看见慈祭 并且一起做慈祭 方法之一就是用火车 一节一节一列一列 带大家回到後山華蓮 参观慈祭的職業 今天就特別邀請到二十多年前 参与慈祭列車的三位資深 台中志工來到現場 第一位是慈祭委員編號 兩百六十六號的薛淑貞 師姐掌聲歡迎 師傅好 主廚人好 你好 大家的觀眾好 感恩 還有淑貞界的小兒子 賴銀壽師兄 阿銘師兄好 感恩 大家好 感恩 還有蘇貞師姐帶出來的小雞 兩位代表 第一位是王晶福師兄 阿銘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感恩 還有吳秋玉華師姐 阿銘鑽你好 專給大家觀眾朋友好 感恩 感恩 想知道當年火車 從臺中到花蓮這六七八個小時 他們如何用心安排 又如何讓大家快快樂樂的出門 髮喜充滿了回到家嗎 我們起來看今天的慈祭列車專題 火車快速向前行駛 慈祭之聲委員薛淑貞的內心 五味雜陳 時間 空間都變了 唯一沒有變的是當年帶領民眾 前往花蓮時的那份感動 當時的慈祭列車 每個月發車一到兩次 沿途接引中部各縣市 對慈祭有心的民眾上車 帶著大家到花蓮參觀慈祭自業體 我都在車底跟他們說 一支鐵金 一包阿摩托 一支刷 這當然是你們點點滴滴 累積來 今天今天會帶你們來看 七十七年我們要再建設火鑽 中部無限市的民眾一同前往花蓮 每回總有五六百人 人數之多還得申請一整列的 復興號火車 今天要介紹我媽媽跟你們大家熟悉 各位大街貴婆山 大家阿嬤大街 我們都說得這麼小一點 我們都說 三有多小一點 我的心都很大塊 我們都說得這麼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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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街貴婆山 真開心 今天又來跟大家 參加你們煮一個電車 和你們大家更開心 正在演布袋戲的王金福師兄 七十九年加入慈濟列車行列 今天再次讓他回味起 當年在列車上的感動 日本國的我們這座主角的車 都讓他補刷 都沒有困難 就軟了 媽 這樣我還要去骨頭 用輕鬆活潑的方式 在火車上跟大家分享慈濟理念 從台中到花蓮 操作七個多小時的路程 帶隊的師兄 師姐們 幾乎都沒合眼休息 就是這樣的用心 感動無數民眾 每一次慈濟列車開動 發怨的人就越來越多 以前人很少 我們快帶人 趕快坐 每次三生起來 你讓張華 張華 他們也三生起來 他們的婚婚 婚婚 譬如說 兩百多的 現在帶一遍回來 回來 明年受情 就再打了差不多一倍出來 現在的慈濟委員邱玉華 就是當年參加慈濟列車的民眾 他說 當他從花蓮回來後 整整有一個星期 激動的情緒都無法平復 上年這麼慈悲 有這麼一群的家庭主婦在付出 我應該也可以來付出 我回來 因為我也帶我老公還有小孩子去 就跟我先生講說 做人不是只有孤子而已 我們也要隨著說 親近善知識嘛 專尋上人的理念 民國86年開始落實社區化 漸漸的開往花蓮的列車停止了 但是建議民眾加入菩薩島的宏願 至今仍然延續著 真的是感恩那幾年慈濟列車接應了許多菩薩 特別是我要講 淑貞師姐 因為他做慈濟已經三十八年 很早期很早期的委員 他對於要讓更多人認識上人了解慈濟 他可是想盡了辦法 所以說當時花蓮 租這個便宜在民國七十五年 一九八六年企業之後 更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平衡是你們關的錢 用在哪裡 對 不會有持續列車進行 你們跟人家說 人家要信任嗎 大家就搬身子搬去 不知道有什麼 聽說你們在外面 常常也會聽到質疑的聲音 對 蠻多人質疑的 因為我們就是這樣子 沒有看到就不會相信 所以有很多人事實上質疑 甚至是反對 越覺得是越糟糕 為什麼 他覺得說你都是媽媽做慈濟的 你就為了你的媽媽講話 對 類似像這樣 可是這些人經過了慈濟列車之後回來 反而是推動幕後的主要支柱者 他們會變成很相信這個慈濟 OK 對 師傅 要不會有慈濟列車 帶大家回去後山花蓮 看主席進行 其實我們為了要花蓮 主席變形的無款 已經用盡了心理 對嗎 對啊 那時候很多人說 你也幫幫忙 後山 我拍片 還在那邊看 用得對 是不是這樣 對啊 說 關閉剩一頂萬五戶 我用得不對 對啊 你要怎麼扭轉大家這種關聯 我們就是要扭轉 我們才說 跟鄉人說 不然我們來帶人來看 鄉人說好啊 因為那久還沒北海鐵路 一車一車這樣 去哪裡是他攬車 對 用他攬車這樣 一家一家帶回去看 看完他們就會再介紹人來 後來鐵路到方便之後 可以讓我們整列的慈激烈車 你們就要開始輸出 我們的人要分工合作 對 以你來說 你負責什麼 我負責 快點就沒有五冠市的人來開會 五冠市是哪五冠市 我們最棒就是說風圓 風圓 東市 三義 廟力 直南 路南就是漸化市漸化罐 分淨包括咖疫 台中市 台中館 邀請大家來開花 你有什麼 吃的車房 排車尾 排列車 還是車底要做渣客 車頂也做渣客 你們是幾點出門了 我們是六點二十一分的 特別加班車 知道六點二十一分 從台中出發 所以大家集合上車之後 先做早課 早課做完 再出早餐 早餐之後再帶動 王金如再開始帶動 一列一列 介紹 所以你要附近收車錢 還有車店 晚上三點 六點都要發下去 兩天六點都要處理就對了 還帶離社的編排 我要發下去 旅設房間 大家怎麼睡也是你在安排 你不知道名字都要吃清楚 對啊 這個阿民和喬莉要帶同一間 還有兩個鄉親 人家要帶一間 人家都要把他帶給舒適 讓他們很緩慢 回來了很開心 你不知道 我要把他帶來帶去 我帶喬莉都 晚上兩點再帶 媽媽那時候為了這個是 常常三更半夜還在調燈業障 對 他常常為了這個持續列車 常常說將近一個禮拜 晚上都三四點才睡覺 比你討桌我認真 對 是有 那個時候是用生命在做足跡 用生命在做實際 到現在也是如此 對不對 對對 好 那大家歡歡喜喜都安排好了 車上金服師兄負責的 我偷偷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他的大愛劇場劇本 也開始在準備草擬中了 先來看看 你說你現在才有大 口才才好 都要感聞 舒貞師姑的勘性 是 怎麼說 當時我們那時候也沒有手語 也沒有什麼影片 唱一些簡單的歌 要拚才會贏 不然就什麼慈濟故事多啦 小陳故事改 該做慈濟故事多 對 還有什麼 大家有愛 大家有愛 白血都 現在感覺到有一點單調 你也是要做 要經營七個小時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有時候師姑如果 他去分享 分享完的時候 就開始他就一組神功出來了 真的有啦 來 換你 我就是要去講心得 分享 唱歌啦什麼 後來我才在那個時候 過一段時間我其實突發起想說 設計布袋戲出來 那時候這個布袋 布袋就出來之後 我每一個車廂都要去了 原本你只跟著舒貞嗎 對對對 那後來你變成巡迴演出 對 就是每一個車廂設定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回程 還要再一次 對 還有回程 對 回程 還是每個車廂再三十分鐘 所以就是那種看到惠仲美人的那種 去參觀回來之後那種髮洗充滿 我們成功我們都不敢發疼 其實不會疼 對 但是覺得說身體內心好歡喜對不對 對 有人問我說社長你敢不疼 我說就是你說的這句 他說是怎麼說 我把疼都不疼 所以我現在就不疼了 好棒 好棒 你看金吳師傭 真的有他了一套 他也是我的好話老師之一 對 我如果問題都會卡通 給他請教 今天對阿花三醫院 淑貞師姐另外一個小姬 玉華師姐 當時也是這樣在火車上 晃晃晃晃晃的去髮洗充滿了回來 對 而且你還叫你們先生 叫你們小孩走回來 聽說這個就是有時候 大家會設計喔 對啊 有設計的 對啊 來我們演一下 很多人說你去就好了 我就在家裡好了 我連我都去過了 不要去 名字怎麼辦 名字設計了 所以你是個招牌喔 對 是個寶 大家可以幫你請出來 這樣喔 那你自己說說 你回去後 你是不是第一次回去花蓮 對 第一次七十九年 以前沒有去過嗎 沒有啦 十九年 你回去後 到底看什麼東西 聽說你回去後 勇敢向前跑 回去看到小錢能行大善 怎麼說 一滴小雪滴的 我們冠的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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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塊兩百塊 給商人發揮這麼大 蓋這麼大的宜宴 然後又蓋學校 剛好是複專週年慶 一九九零年 子氣複專企業的週年慶 對 第一次搭列車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就其實回去會哭 是說為什麼這麼晚 才知道一堅持續 這樣喔 為什麼不早知道 所以回來就花大心 希望別人不要跟我一樣 所以我就開始一起很花心的去 我是開店做生意 所以每一個來買東西 我就跟他分享 那我的會員 有的師姐說 你們怎麼都沒有在外面 收工在會 我的會員都拿到我們家 到現在二十多年 都是人拿到我們家 我們的裕娃師姐 跟他們想念在開這個漢油店 所以說人來 到底是要抵中央還是不會出桌 抵中央 抵出桌 對 慈激的四神湯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 對 說到這八個字也是對於我們的 淑貞師姐最好的心靈良藥 怎麼講呢 影片完之後再請她慢慢跟我們聊 志工薛淑貞 一換上慈激制服 一股助人的使命感 油然而生 有時候是關懷陪伴長者 有時候是到醫院病床邊送暖 不同的場合 同樣的用心 看來像祖師傅 他們這樣真的 很困難 有個健身還要求人 然後很高興的就是這樣參加 丈夫過世的早 她獨自撫養七個孩子 最窮的時候戶頭裡只有幾千元 常常一大鍋高麗菜湯麵 就是全家人的一餐 即便混苦 她仍堅持每月交功德金 助人行善 我女兒說媽媽 你錢不要夠那麼多 你煮擠也不要做 我就跟小孩解釋 媽媽就是做不夠 爸爸賺那麼多錢也都不去 還比較辛苦 我們也要繼續走下去 以身作則 薛淑貞要做孩子的榜樣 加入慈激 已經邁入第38個年頭 為了幫助別人 時常早出晚歸 也不喊一聲淚 原因很簡單 她說以身為慈激志工為榮 當時的一步一腳印 現在淑貞師姐是一步八法印 每天都是怕一步 禁一步 越來越進步 已經這麼樣的歲數 今年幾歲了 七十七 七十七歲了 一樣陳忠喜勳法家 一樣跟大家使用3C產品 慈激電子書 他就是輸功誰得住就對得到 就對了 我剛才錄影之前跟英松 在外面聊了一下 他說其實出事的時候 你沒吃苦 對 因為那時候爸爸媽媽做這個禮盒包裝 是說行李做得很好 對 對不對 也是因為做這個行李實際 陳燦輝師兄 對 因為他是萬國傳理 我們所有的媽媽都給他請 他幫他請出來 他幫他請專利 十一雷專利 對 當你的媽媽在陳教授 陳師兄的邀請期 當年到華蓮 你看到什麼 感動到什麼 感動到什麼 感動到最前主力驚訝 本來我們佛教的 就是說 我們起來還要貪園名 上年沒有 就是說你貪園名的錢 貪園名的錢 所以他感動這樣子 他們自立更深 做六隻 一直沒做就沒吃 沒人吃 對 你看 剛才鴨皮裡面有說 他們家曾經 大家吃這個高麗菜米 你會覺得奇怪 我剛才不是跟他讚嘆說 多錢賺到 這個申請專利十一星期 應該很好過 但是在我們的營松師兄 十六歲的時候 爸爸過往去 他都去導賊 導賊都不收回 就都破產了 那時候人家會覺得 你不做主桌 對啊 那時候親戚都講 你那樣好心 是怎麼你們 你們老公會丟臉 你們生理會失敗 你剛才不好做 我建築 不再走就不行 我做不夠 所以要繼續做下去 處理會越現場 那時候爸爸的往生 對媽媽是個打擊 非常大的打擊 所以基本上家裡面來講 都不太 小孩子還有親屬 大部分都不太贊成媽媽去做 可是孩子很尊重媽媽 媽媽的決定 他就是說事業跟置業要合一 因為已經一輩子跟著爸爸做事業 對 所以要合一 所以孩子也是很尊重媽媽 全力支持媽媽 雖然家裡面可以說沒有隔夜量 但是基本上來講還是尊重 沒有隔夜量 這真感動 對對對 沒有錯 你當時還堅持喝 所以那時候都是半工半讀 甚至到工地去打工 為了學費 所以這次你自己事業有成 真的感恩那段時間的磨練 對 沒有錯 也感恩媽媽堅持做對的事 對 沒有錯 這樣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這樣吃老了 害他弄孫 但是這個十多年前 你的寶貝餓兒子 就是嬰兒子 又因為病苦來往生 你會覺得說 哇 天空白了 怎麼這樣 因為我們在學生 還做遺障 人家又... 我的決心 我的堅定 你媽媽你的 我做我的 我抱歉 我說這樣不知道 大家覺得你說 你看不見 對啊 說我吃得舒服 你媽媽怎麼說 我說沒有啊 我們就是要... 是過去生缺人的 我們就要喊 我這樣講 每個人的因緣果報都不同 對 不同 跟你們生死的議員 就是這樣抵抵這幾年 跟你們這個第二號生的議員 也是這樣 時間到了 他們就要先下車嘛 對啊 我們這台車還要繼續走 我給他講說 你們要信因果啦 不是沒有因果 有因就有果啦 有的人沒有生入 這個佛教 大家都不相信啦 所以你要進行 應該有辦法進行過嘛 你不可能進口鬼 變成哈密瓜 對啊 但是那時候因為 有醫療上的舒適或糾紛是不是 對 因為那時候哥哥是 其實是重感冒 那因為SARS那一年他有拖到 然後進到醫院的時候 我們當然進到醫院的時候 有恢復健康 但是他檢查出來是中耳炎化膿 需要開刀 那那醫生是有本來是 本來是禮拜一檢查出來 安排禮拜三要開刀 但是要會診 結果因為主治醫生太忙了 延到禮拜六還沒開刀 等到我們再去看的時候 哥哥已經進入昏迷狀態 後來才請媽媽說 緊急聯絡我們自己的醫院 然後緊急請救護車過去 可是我們再請醫院幫忙 他還諸多的算是阻攔 一直等到我們家人都非常生氣的時候 跟他們很嚴重的說 要控告他們的時候 他才願意協助我們 那也因為這樣子哥哥 到了慈濟醫院的時候 也就是當時在門口已經口吐白沫 那院長看到說可能要心理準備 在那時候其實媽媽很堅強 可是他還是忍不住 滴下了幾滴眼淚 其實孩子看到心裡都很痛苦 所以其實家裡面 他孩子都非常不諒解 原來這個醫師 醫院跟醫師打算要控告他 可是後來媽媽勸我們要學會放下 讓這個醫師有個成長 然後再繼續救人 所以我們孩子也因為這樣非常感動 對 我就說我沒有打鼓 你打鼓他如果敗 去弄消他就不會打鼓救人 這是人家沒有做醫生 我說要放下 已經分泌 沒有機會再活過來 你打鼓也是一樣 所以後來學生真的嚴禁 還把他的器官做病理的研究 對 那個林院長在那裡 我問他說要煎大體有辦法 他說沒辦法 這樣就器官做研究 這樣好了 器官做研究 後來媽媽也把哥哥二哥的這些保險 理賠金等等的儲蓄險捐給慈劑 也幫二哥指輔 對 指輔 所以媽媽一心一意都還是在孩子身上 這個一路驚慨 你說無風無風遍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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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 像我一路走過來 八九 無如意 像一分你要保護嗎 要 要 就要用輸祖那種儲蓮心 他穿過我這條菩薩道路 我真怕會過 第三個心就是熱頭的耐心 我們人都會當作夜境 夜境來你就要當作教育 我們就要安靜你的心 把那些青春樂度這樣 那樣有的能力 慢慢走走到目的地 這三個心 送給大家這樣 我們這些觀眾這樣 做五十多年的紀念 感恩師姑 說出來都是句句都是真理 都是喪人的佛法生活話 來 不管今天孩子好生意 我們一人一句話來 就有我們的蘇貞師姑好嗎 來 玉華師姐 蘇貞師姑 他是我的典喚 我都是香港學生 我剛才經過來 我就想到蘇貝 了解 他什麼睡覺就走過 就是我永遠心中的典喚 好 政府之用 我感恩師姑 我今天能夠在慈濟 有這麼好的一個舞台 真的都要感恩 都是師姑給我的 教育我的 是 感恩 貪行 來 郝昇的代表 所有的家裡是誰 跟阿嬤說個話 感謝媽媽 讓我們這樣 真是辛苦帶我們生長 這個政客的付法 帶我們家庭 讓我們家庭更好樂 感謝媽媽 好 也感恩淑貞師姐 今天布施他寶貴的故事 也希望每個家庭都因為有人 有姻緣走入慈濟 得大智慧通達諸法 讓家庭更和樂更美滿 大愛讓世界亮起來 感恩四位 感恩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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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